首先我们请到林诺玄老师请 那歌手跟明星是有不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说素人组 他可能是一个歌手 但明星组呢 他需要具备更多 他还要一些表演 还要个人的魅力 所以他除了需要专业能力 还有心理素质 都要很强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你这样子的眼镜来看呢 对变成为一位明星的话 那么我认为你这一路过来 所做的每一次的表演跟洗礼 我都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台湾不缺明星 但是台湾比较少有实力派的明星 我希望你是那一位 好 然后用这个比较高度来检查你的话 我觉得你今天表现 还有你的学习能力 真的是很优 真的是很不得了 但是你忽略到 你自己该有的基本的东西 那就是肠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给我那种感觉就是很精准 但是没有feel 所以我会希望一个明星 实力派的明星是应该要表演跟演唱 具备的 但我认为你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到最后你就会把这个东西全部综合成一个 实力派明星的一个架构 OK 非常期待你 谢谢老师 接下来王志平老师请 我必须还是给你一个赞 因为你在这么短的世界里面 你如果要顾到你的表演 OK 你要把歌唱好 其实呢 真的今天说起来呢 你唱 今天唱这个歌呢 唱得太震惊八百了 因为你就是要顾到火拉圈 当那个中 中后段的时候 就是你有大概几小鞋的地方 是不用火拉圈 那个地方你就唱起来 我们听起来就很自然 你的groove跟你的情绪 咬制这些东西 当你要表演的时候 你真的就会顾到你要这个表演 但是呢 今天呢 你还是真的表现得已经很棒了 嗯 谢谢 丁晓雯老师请 好 切实带给我们一段非常好看的表演 而且非常惊喜的表演 我刚刚完全不顾我评审的身份 在你那孔雀开评的时候 我就哇 我完全像你的观众一样 你就成功了 就这样子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在唱的部分 可以再大胆一点 你平常练歌 先把这个歌的一个keyby 先练出来 就是先大胆的唱 尽量让它有一点起伏表情 先把它这个定下来之后 然后你去练习你的舞蹈 或是戏剧的部分 这样子你唱就会是一个不用思考 直接可以有唱出来的状态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能够在现场把大家眼光 吸引到舞台上面去 就是成功 加油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王燦是91.4 今天来挑战卫冕者 杨浅时这首歌能获得几分呢 评审请给分 不断找出自己不会做的事 把它变成会的 现时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数是 70 80 90 90 几分 91 92 93 小说的继续跑 1 2 恭喜得到93.2分 成功未免5关 累积奖金10万元 哇 再多注意你的歌的话 冲到95分都有可能 对 满厉害的 我会加油 是 你每次都选这么难的表演 是为什么 你自己已经享受那种 被虐行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舞台 其实说真的 小文老师刚刚有问我说 是不是有上瘾 我觉得在这舞台的 就是所有的歌手 应该都会上瘾 因为这边给我们很多 发挥的空间 即使是很多 就是 其实有很多事情 有点超出我们 原本的能力 可是 我们去做了之后 就有很大的收获 对 这是你很好 让你实现梦想的舞台 恭喜倩时也挑战成功 但是我们现在要处理家务事 哎呦喂 两位一个 庄振凯 90.8 王建復 90.8 来两位请到这里来 好 我们要请所有评审商量之下 到底这张黄牌 今天要给庄振凯呢 还是要给王建復 现在评审正在伤脑筋 接下来我们请丁晓文老师 来宣布 这张黄牌是要给庄振凯 还是给王建復 我们这张黄牌决定给表现非常优异 今天很有本事跨出他原来的歌唱风格 但还需要再进步的张正凯 阿凯今天表现不错 谢谢老师 但是因为大家其实都还不错了 是 阿凯系上一张黄牌 还有机会的 好不好 那我们再恭喜茜时 也必须在茜时的票项里面 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 得奖的是 恭喜这位幸运儿得到奖金3000元 再次谢谢所有选手们 賣力的演出 呈现这么好的画面给观众朋友 同时谢谢现场观众朋友 对我们的鼓励 谢谢 谢谢 同时要谢谢 伤透脑筋辛苦的No.1 評審团 谢谢 谢谢評審老师 也谢谢用生命伴奏的 空鏘大乐队 谢谢 谢谢 更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 对我们节目支持 别忘了每个礼拜六个晚间八年 鼓励民视收看 台湾No.1 台湾No.1 谢谢下周见 谢谢佳琪 谢谢瓜哥